金刚般若波罗秘经 在这个题里面 我们把它分作四个小段来介绍 第一个是金刚 这是比喻 金刚是比喻 物名是物质 是金中之经 最坚固 最锋利 我们一般称之为金刚钻这一类的金中之经 佛经理所说的金刚 还不是我们世间的物质 它是讲的御界天的 通常是指刀利天 刀利天金刚神手上拿的兵器 金刚储 佛是用这个来做比喻 金刚储这个兵器非常坚固 非常锋利 能坏一切物 这个一切物里面特别指兵器 像古时候的刀枪剑戟 碰到它都会被它破坏 而一切物不能够破坏它 佛是用这个比喻它的兼顾 兼顾它才能破烦恼 我们的烦恼重障 没有东西能够把它破坏 佛以金刚来比喻智慧 不惹智慧 就像金刚那样的尖 那样的锋利 能破烦恼 能断无名 用它来做这个比喻 我看你 你不想再试一下 你不想再试一下 我看你 我看你 你不想再试一下